喜欢吃鸡米花其实根本不用出去买的吃 在家自己就能做非常简单 首先选择新鲜的鸡胸肉 咱们像战婶的从中间给它一破两半 之后改刀切成条 再切成大木手指杆大小的丁 随后把切好的鸡丁给它装入盆栋 向盆栋加入一勺料酒 再加入一点奥尔料考试颜料 之后在盆栋给它搅拌均匀 随后准备一点炸鸡锅粉 把咱们腌好的鸡丁给它下入盆栋 之后在盆栋给它抖粉抖至均匀 一直在盆栋就给它抖走到像这样的 随后咱们塞去盆栋多余的炸粉 起锅点火开干 锅中烧油 咱们油温三到四成热的时候 下入这个抖好粉的鸡丁 咱们啥时候是三到四成热呢 就往锅一撇稍微有点没泡 这个时候就是三到四成热 咱们全部下锅以后 咱们开中火 让油温稳步的上升 咱们一直在锅中给它炸到三分钟左右 炸到表皮金黄酥脆 随后咱们从锅中给它到处控油 这事的一盘非常好吃的炸鸡米花制作完成 再配成一小碟番茄沙丝 整成一口 这小味还是相当的哇塞啊